一阵斗舞的第四局啊 加赛的第一局上半场 加赛的上半场 不是第一局上半场啊 上来遇到445 第一个人守木人 可以抓可以抓 东穴这边带的是传送 好像带的天赋不是带张狂了 不是带张狂 现在改套路了 那应该是彩版加速的那种风窗挽留 应该是风窗挽留的一个配置 上来遇到第一个人 守木人 交铲子 因为速散其实非常需要的是存在感 他这边你交了铲子 我就选择走了 他这边是彩版 然后带了抗性 用来穿祭司的洞 带了插刀加速 带了通级 带了优弊 祭司一个洞走 跟过去 抓祭司还是可以的 直接选择传送 过去打一个娃 这边过来娃娃走不掉 这样的话 一个爆点 丢伞来找机械师 这就是速散抓机械师的一个节奏点 娃娃先放 机械师先走 一个丢伞传过来 看见了一个祭司 这手是传机械师的 还是真的是故意来传祭司 传祭司感觉 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 这边打一刀的话 能开一个技能能摇零 但是打一刀 你这边追祭司 祭司翻下去 绕一圈 也不太好受 打一刀 然后跟下来有一个摇零 祭司往后面的板子去一走 外面守木人电机可能会被干扰到 这边有摇零了 有摇零了 板子一破 两块板 大不了破两块板子摇零 最好的情况 就是直接摇零能够打断 那是最好的 那这边的话 一个摇零名摇到 不过倒还是要倒了 倒地 抓人的一个时间点 不算特别久 但是对于速散来讲的话 这张地图本身 他就是可以打控场的 通缉到了一个佣兵 佣兵修的电机 是修了大概七成 接受啊 再补 外面四台机再修的 总体来讲 我觉得这一把 前期抓人不算特别快 就看东旋这边的一个防守了 这边过来 追一刀 救下人 但这祭司 走好像走不了 什么人直接交铲子 想帮忙扛刀 没有能成功 没有能成功 祭司拉 想要追双岛是不可能 这是什么人在地下的 东旋这边是 想要先看一下电机 然后待会考虑的 应该是准备传送了 因为博命时间呢 这边跟着这个祭司 跟着这个祭司 其实也蛮亏的 佣兵的电机修完了 那佣兵可以来 卡着救人 然后外面的话 机械师 现在的电机修了一半 娃娃是应该是差不多要 差不多电机能修完 但是不知道娃娃这个电机的一个 电量够不够啊 什么人这边得赶紧走 这个什么人是绝对不能倒的 什么人倒着这把 穷者就有可能会被摁着打 这里 佣兵就一波人 一个护臂弹过去 非常不错 但这边有个姚林可以打断你一下 然后追过追一刀 然后把人救下来 追一刀 好 人救下来 拉走 祭司的话 应该是挂在 会倒在起点 这边 动 板子 不下回身下板 哎 宅宅这个人还不错 再绕再绕再绕 哎哎哎 这边有个机会打洞的 看一下 要打一个洞 摇个零 倒地 虽然说中间那波牵制其实打的还挺好的 但是在薄命时间里面牵制的 所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意义 就是操作还挺好的 然后 但是没有什么用 嗯 守墓人这边被摸好 看后续的节奏了 这边带传送的 所以说这里一旦挂飞第一个人以后 节奏就已经是全面被苏珊掌控了 就看他第二个人的节奏能不能抓得起来了 像这边守墓人对吧 如果说能够快速击到守墓人这把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四抓局 如果抓不了呢 哪怕穷者这边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运营牵制 能够把电机修开 也是有机会能够去争取开门战的一个翻盘的 这边板子先下 什么人这里绕回来应该是要把桥边的电机补开 机械师这边成为了首要目标 一个吸魂要往板子 板子走板子走板子走 吸魂吸魂吸魂先追一刀 这里要丢伞慢慢的来控场 关键是现在就是河边的这台电机是一个大问题 河边这台电机是个大问题 这台电机感觉穷者修不掉 因为差的一个量有点多 然后这边东旋是选择把穷者全部打残 机械师这边能不能翻出一根针 他如果能翻出一根针还行 翻了一个啥 还真翻了一根针 他翻了一根针的话 他这边能补满以后 机械师可以救人 傭兵这边就可以选择 来把河边的电机补开了 东旋这边可能要拖一个传送 这边摇零好了 骗下来以后一个摇零 这边什么人可能要倒的 这边没有任何交互点的 什么人一挂 机械师摸满 看怎么安排了 这台电机差的有点多 机械师靠过来 没有传送的情况下 这边丢伞来干扰就行 丢伞就干扰就行 不过优兵手上有三个护臂 过来一个吸魂 一个护臂弹走 那追过来想要打 但是这边傭兵的一个吸魂时间 再交一个护臂吗 一刀好 傭兵倒地 这里机械师应该是可以把这个守护人捞下来 传送七秒钟 这样他传不回去 还得再换一波挂 不过傭兵这边 护臂弹的遗产机又干扰不了了 这边先把守护人摸好 慢慢打 傭兵是个铁屁股 不着急 你爱挂挂 他是把针给到了守护人 然后这边刚刚做的一个细节 就是先把守护人摸一段 以确保这边的针是够用的 而且这边有个娃娃的耳鸣 这个娃娃的耳鸣还挺烦的 机械师好像再摸 再想摸一个箱子 这边找 好 看见这娃娃先打 再摸了一根针 哇 这机械师感觉是个针王啊 永远摸针 守护人是不修河边的电机 然后选择是外置位重启一台 丢雨伞 过来找人 没找到 等等 等 这个位置的话 那就是卡死就一波 但是可以等到拥兵半学了以后选择 传送过去抓这个守护人啊 我觉得 机械师这里很难救下这个人的 除非可以偷偷的绕过去啊 可以偷偷的绕过去 东旋这边没看见 哭草这边的一个走位还不错 因为这边的这个传送留着呢 他就是准备就是找到这个机械师 然后打一刀 打一刀以后再来传送来防守 这边有一个丢伞 位置上面 机械师被找到了 这边好像被吸魂到了 吸魂到了吸魂到了 打一刀 往前走 有丢 有传送 有传送 这个人救不下来 电机没好的 电机没好的 这个人不要了 这个人不要了 要么等电机好了 技能捏在手上面 蓄力刀 打 蓄力刀 再打 哇 这边 电机马上好 电机马上好 要硬冲 救人 要救人 直接救 直接扯 打一个震慑 电机量 救下来 哇 求生者这边 哭草的机械师 给力啊 这都把人救下来了 东旋已经 做得很好了 但是求者这边 做得更好 只能这样说 再绕这块板子 哎呦 我去 还没打到 再绕 砸头 我的天 守护人不敢开门 关键是 这守护人不敢开 怕吃传送 因为守护人手上 没有任何的道具 这个机械师 反正没上过挂的 他们不敢开门 再打 机械师倒地 怎么说 先把人挂上吧 传送 直接传 直接传 这里有车 守护人 可以开拨车 吸魂 跟你 他这边直接过河 这个吸魂也没有交 慢慢拖 慢慢打 求生者 确实打得非常的不错 这边坐在这里等你 不让你 这边东旋也是反着过来 就是不让你有那个 呃 那叫啥来着 不让你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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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大进进进鬼屋的一个机会 一个杂头又一个杂头 这杂头队机械师杂头 什么人也杂头 丢伞过来 有摇零了 一个摇零板子下一刀好的 这什么人挂上 机械师开门开不动啊 外面两个人全部受伤 两个队友受伤 挽留时间还有40秒左右 呃挂上人 看这边目前是没有丢伞 只比 只比这边爆点了 没有点上门 不好说啊 不好说机械师这边是肯定能开门了 地窖不在这个地方 他可能要去救一波人了 这被迫要救人了 被迫要救人了 一个一个护壁弹过去 能把人救下来 能把人救下来 来的话这里要追 要追佣兵 对要追佣兵 打一刀佣兵 先打佣兵 把佣兵先留了 这里要防一手开车啊 什么人这边要开车了 机械师摸好 这个佣兵 怎么说 挂上以后再来丢伞吗 机械师继续翻箱子 什么人有一根针 挽留已经结束了 什么人这根针 可以把自己摸好 传送拦不住了 应该是拦不住了 这里 机械师 打一刀 丢伞也来不及 来不及 这边应该是跑地窖了 什么人应该跑地窖了 什么人现在满血 哇 这把求生者 后续的残局 打得真的太好了 这里还要防一手吸魂 防一手吸魂 不强冲吗 先打 这 打得有点 有点 有点谨慎 刚才我觉得刚刚那个距离 躲掉吸魂以后 强冲是有机会的 这边东旋 应该是拦不住了 东旋在等 他要打一刀 吸魂 吸魂 这边 能吸住吗 吸住了 哎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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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地 插刀好像能爬进去 能不能爬 能不能爬 爬了 哎呦我去 那边我觉得直接强冲会更好一点吧 这吸魂 他的一个飞过去切白以后躲掉这个吸魂 直接强冲就好了 打一刀 开吸魂也拦不下来的 手摸人这边好像有一点点犹豫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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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我觉得真的打得太好了 求生者后续 东旋这边已经是真的没有给到任何机会了 刺激 拖时间 哦对 拖时间 但这个拖时间 现在就考虑拖时间吗 能做一点试一点吗 那万一被拦下来呢 这个拖时间我觉得如果真的考虑拖时间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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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